大家好,歡迎大家又來到我的頻道 我今天想跟大家講一講瑜伽褲 為什麼我會有這個題目呢? 其實我想跟大家講一講我這十年來穿瑜伽褲的心得 其實我當初真的每一天都要教瑜伽 所以我真的要穿著這條瑜伽褲周圍跑 後來我發現穿瑜伽褲實實太舒服了 所以瑜伽褲已經變成了我日常的衣著 無論我去吃飯、跟我兒子玩 或者我去買東西、租任何活動 我都很喜歡穿著瑜伽褲 不過穿瑜伽褲也有一些尷尬位 大家需要去留意 為什麼我今天會拍這條影片呢? 因為最近有些女生告訴我 如果穿瑜伽褲出家會不會很尷尬 或者好像有點不太好意思 怎樣才可以穿得漂亮呢? 其實我今天就是想跟大家分享 首先第一個要點就是下體現形的問題 有些女生說我穿瑜伽褲的時候 我的下體會染出來 怎麼辦? 其實這件事是可以避免的 第一個大家可以留意的重點 就是可以選擇一些瑜伽褲 下面是有一個三角的當位的設計 這個就已經減少了下體現形的問題 另外你的腰身去到你齒骨的位置 長度和這條褲子的質地和厚薄的程度 其實都會關乎到 所以大家在選擇瑜伽褲的時候 其實可以嘗試一下不同的品牌 看看哪一個品牌自己穿下去 是沒有這個問題 那就OK了 第二個問題 就是內褲現形的問題 其實大家穿淺色的瑜伽褲出家是沒有問題的 大家看看我這條淺藍色的瑜伽褲 你完全是看不到我內褲的痕跡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穿淺色的瑜伽褲的時候 我一定會避免不穿深色的內褲 還有我一定會選擇 露色的內褲是無痕的內褲 那就已經避免了兩點了 不會看到顏色 你減少了尷尬 那我很久以前也拍過影片 跟大家分享過 如果我穿內褲的時候 我一定會選擇一個大一個馬的尺寸 都盡量選擇不會戒到我的屁股 因為這樣 除了你穿瑜伽褲不美觀之外 其實都會令到你的臀部變形 就會變成四楷的屁股 其實長久以來 你的臀部的形狀就會越來越差了 然後到第三個點 其實有些瑜伽褲你會發覺 其實腰的位置 這裡有一條橡筋 那條橡筋就好像 你看到零細細有一條東西 在裡面 你就會發覺 咦?固住了那條腰 沒錯 就算那條腰沒有醉肉 其實我穿 有橡筋的一個瑜伽褲 其實我也一樣會擠肉 無論我坐在這裡 或者斜一點 你就會發覺一條一條肉擠出來 所以我當初去設計自己的瑜伽褲 我也是跟他們說 我不要在我們的土仔 這個位置上面是有橡筋的 因為我寧願我腰身做得窄身一點 令到他們包好小腹的位置 你就會發覺了 咦?貼到那條腰非常之好 但是也不會擠了肉出來 那形狀、整個形狀就會更加漂亮 好,接著到第四個點 是什麼呢? 就是我的身形不夠漂亮 那真的 好似穿瑜伽褲出街 會被人感覺好像五五身 或者是不好看 那其實是有些巧妙的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 都是一個五五身的女生 我可以教你 我們雖然不是天生美女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一些視覺的效果 令自己變得更加好 高腰的瑜伽褲 是絕對有拉長我們雙腳的效果的 對了 那你就會發覺 咦?為什麼Kofi你的身形比例這麼好? 那當然做運動也有幫助了 但是選擇一條好的瑜伽褲 絕對能令你高多幾吋的 所以呢 大家不相信的話可以看看 如果我把褲子 抬向下 對了 那其實呢 你會看到我整個人 是短了 我條腰是長了 那所以換言之 我整隻腳呢 整個感覺看下去 我就是一個五五身的女生 但是 只要我穿一條高腰的瑜伽褲的時候 那我就瞬間有拉長的視覺效果了 那至於呢 但是 如果你一個高腰的瑜伽褲 就沒有那麼顯我們的腰型 但是低腰呢 就顯腰型多些的 不過 我們今次呢 是說一條瑜伽褲 和怎樣可以拉長我的雙腳 所以我會建議你們 選擇一條高腰的設計 那就可以拉長你整隻腳的感覺了 好 到第五個point呢 我想說的是 大家一定要選擇一條適合的瑜伽褲 我自己覺得呢 在街頭呢 見過最尷尬的呢 就是 要是太鬆啦 要是褲太緊啦 那大家一定要很清楚自己的 馬數啦 然後選擇適合的 因為呢 你想想想 如果你這條瑜伽褲呢 穿得鬆餅餅 然後一折一折的 其實呢 你就好像 一條腸一樣 一條鬆了的腸一樣 那其實就很不漂亮的 那但是 如果你這條褲過於窄的話呢 那你會發覺這些字呢 就過於斑緊啦 或者是呢 你會發覺 為何會一折折的 那這個都屬於是不適合的狀態 那所以大家一定要選擇 適合自己 size的瑜伽褲 那就可以令到呢 整個shape呢 看出來都漂亮很多的了 到最後一個點呢 我想說的就是 我們最重要是做自己 我是一個很我行我素的人 但是我覺得這個我行我素呢 是令到我少很多不開心 多很多開心的原因 我覺得我們最重要是做自己 喜歡的東西 開心的東西 舒服的事情 其實瑜伽褲在外國來說 是非常之普通的一件事 就好像你穿著一條紮腳的牛仔褲出街 甚至乎很多外國的明星 或者是放狗去吃飯 變成一個fashion 將一條瑜伽褲 如何去襯你平時的單品 令到你整件事看起來很漂亮 都有 所以是絕對不需要介意別人說的東西 你只需要記住我剛才說的守則 將自己的瑜伽褲 將自己的身形 穿得美美的 那就沒有人可以挑戰你了 還有 美不美是由你自己定義 你只要覺得自己美 你就是美了 就像我覺得自己很美 我也很美 好了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我希望我今天這個影片 除了給你們一些守則 也可以帶給你們一些自信心 好 那我下集再跟大家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like 以及subscribe我的頻道 那我就會拍多些不同的影片 給大家看的啦 拜拜